想不到堂堂一介剑神 忽然躲到如此穷乡屁壤之地 真是笑话 快点快走 你当让我回跳 我下山三年辗转各地 战败无数剑道高手 立志成为剑术至尊 却没想到 曾经见清天下的李飘摇 竟然是这般落魄模样 你见也见了 看一看了 走吧 来都来了 战败你 我便是陛下至尊 我两手空空 陛下至尊的头衔给你便是 我要爬来的 你手中本无剑 为何能释放剑气 我是我 剑是剑 我手中握的不是剑 而是 这天地乾坤 不可能 我苦恋一声求的就是剑道极致 难道还不如你这个毛头小子 你求的 不过是须弥乱 赶到天机 你已经拿到了 陆地神仙之境 废物 从我们家老宅滚出去 五年期限已到 以后我姐的协议 写出来 从今以后 你会把沈家再无关 你知不知道 你在跟谁说话 你个老不死的东西敢打我 我可是沈家的二小姐 沈家 那跟从 你是曾经的封城 第一独孤家主 独孤圣 是我 又如何 独孤伯父 是我有眼无珠 惊扰到你 不过 这是我沈家的家世 还不快滚 这里不关于你 五年前 你父亲帮过我一次 为此我跟他做了一场交易 你沈家老宅 借我居住五年 我赐你沈家一场造访 放屁 我沈家一门几年前 变得发展成了 封城三流家族 全是我家人努力的结果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也不撒胖尿 看自己的德项 东西我已经转到你手里了 这沈通知不是伤的 伯父告诉 狼狼 你们沈家有眼无珠 错失真聋 我客气 我一生追求剑道 离家数载 你家族已然默默 但老头子我 还有个孙女 今年二十出头 刚刚好 我独孤家 愿迎接李先生 先生在独孤家 如我亲临 也罢 命中如此 沈家自愿放弃 也是气远将至 如今我现役大成 也不用窝聚在此 哈哈哈哈 那我独孤家 随时恭迎先生 打架 好你个废物 他敢回来 我已经派人查过了 曾经的顶尖世家 独孤家 已经降到二流 独孤圣 早就消失了几十年 射死 射活 谁也不知道 你以为找个人 和假扮 不存在的人 就能磨混过去 你这废物 沈家白养了你五年 已经人质一尽了 你还回来干嘛 我看他百名 烧死缠烂打 上我且嫁给他 我们沈家 有王少爷扶持 如日中天 像你这样的废物 怎么可能配得上 我们沈氏的一族明珠 这五年 我不过 撒下一丁点雨露 就让我们沈家飞升 哎 狗就是狗 变成了人样 也改不了吃屎的本质 你 今天我一样令发肠 瞎背都昏昏了 来人 把他的腿给我打断 都出去 找死 敢走水 这撒野 得不苦味 必走祸患 两个毒妇死有余共 住手 你凭什么命令我 是我签协议让你离开沈家的 是我不想嫁给你 你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 就凭你这普流之子给我持劲 要不是当初你父亲对我永恩 你配守龙配恩泽吗 将龙配还给我 以后我们被人挂了 不行 姐 他刚刚差那沙漏河吗 一定不能白白放他离开 李萧阳 你真是一点点也不要 你那龙配明明是从剑宗那儿偷来的 王上已经答应过我 说把龙配转交给建尊 你从小体着猪病 我好心将龙配借你滋养身体 你既然没经过同意将玉配转交他人 你有问过我吗 呸 你这个废物 大言不惭 龙配什么东西 是建尊所属 你这个废物 在这儿骗人 这龙配岂是你能染指的 我告诉你 趁老子没发火 赶紧和伯母和小妹道歉 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样 我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好啊 今天我就站在这儿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好啊 既然你不怕死 那老子就成全你 解吗 这才五年未见 你怎么就老成这个样子 无独掌 你 你是罗茶王 交出龙配 建尊秘葬是我的 什么龙配 我不知道 敏文文不灵 找此 我见尊秘葬派 小 救 你怎么 好好好 三个持剑士 竟然有这等本事 不过你们也中了 我的五度长 你好不到哪儿去 三年前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我身受重伤 整整昏迷了两年 再醒来时 就成这副模样了 罗茶王 想不到那个几百年的老毒物 竟然还没死 罗茶王的毒物断绝了你的生机 你只有半年的寿命了 我这把老骨头 还能活多久 已经不重要了 只求 你能发发慈悲 帮帮我的两个女儿吧 也罢 既然起因是龙配 那也理应由我来解决 李逍遥 这塔里有十万块钱 就当是补偿这五年来 拿你当挡箭牌的分手费 从今以后 我们再无瓜葛 李逍遥 今儿个呢 我就给沈老爷子面子 不跟你结交 下次再敢来沈家三爷 我不会放过你 滚呐 看不出来这里不欢迎你吗 你个废 就看你这窝囊样 连给王少提鞋都不配 只有王少和晴儿 才是天生的一度 杀手 遇到危险就知道跑 我沈青 就算是瞎了眼 也不会看这战友废物 你们是什么人 哪里冒出来的东西 找死 还上过罗刹的人 不是死活 杀了他 再拨龙派 上 好 少爷 你没事吧 这么多杀手 吓死我了 还好有王少在 不然的话 我们可就惨了 谢谢王少 这不是应该的吗 试试 送了我这么一份大人 我让你走了吗 罗刹王在哪 你休想在我口中 问出一定点东西 我就喜欢这种嘴笔骨头用的人 你说不说 自己都会找出来 女陈缘未了 许经理红尘才能砍破天机 了理完为师的后事之后 你就下山去吧 且计 此女 深随奉沛 与你的龙佩是一对 公宋师尊得道非圣 公辉 你便是我未了的陈缘 能杀了这么一个装备精良的杀手 看来也不是一个印无是处的废物 你也让我过来 肯定是想要帮他 你好 我叫独孤月 爷爷偶有所物正在闭关 让我来接你 从现在开始 到我爷爷出关 你都要在我的保护之下 你说 你要保护我 没错 据我所知 你同时得罪了王家和沈家 虽然你有些本事 但是你只是一个人 别说是顶人身后的王家 就算是沈家想要动手 恐怕你也只有挨揍的份 我对付不了 你独孤家就能 我独孤家几十年前 冲霸封城 虽然现在没落 但是还是有些手段 你握护着你 封城没人敢动 好 公敬不如从命了 王上 秦儿 我知道你和那废物 只是协议而已 现在你已经自由了 我才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王上 昨天谢谢你的帮助 只是 我觉得咱们俩这样太快了 秦儿 这么长时间了 我对你的心思 难道你不懂吗 对不起 王上 我现在心里只有沈家 这个是龙佩 还请王上 帮我转交给建尊大人 并说明是沈家赠云 龙佩 放心 建尊大人和我王家交好 这事 我一定办到 那人是李逍遥 看错了 不管了 咱们先吃饭 龙佩拿到手 你沈秦最后的用处 就是成为我的门物 今天晚上 将成为你这辈子的梦人 沈家 以后将任由我驱使 沈秦 要怪 就怪你不识抬举 贷款还收利息呢 我帮了你沈家这么多 到了你偿还的时候了 我好热 我知道你热 小宝贝 我现在就帮你 李逍遥 你敢打我 你真卑鄙 在这装什么清高 你在沈家人眼里 不过是条狗而已 不过呢 我倒可以帮你 报复她 她拿你当了五年的导箭牌 却一根手指都没让你碰过 你看看这个女人现在 就是个名副其实的骚货 就是个名副其实的骚货 要不这样吧 我们俩一起把这个渐人给办 有这把柄在手里 以后还不是谁叫谁到吗 有种啊 等着 你怎么样 你别走 我好热 要不是看在沈良云的份上 你的死活跟我没有半分关系 李逍遥 李逍遥 你个混蛋 你又做什么了 我没法你怎么样 是 琴儿 琴儿 你怎么样 李逍遥 琴儿跟你已经分手了 你还干出这种龌龊事 不要不要脸 我就说这家伙是个怪者 情手不如的东西 竟然对我解开出动心来 李逍遥 你个臭流氓 一副刀毛而然的样子 就是个美君子 我没有 是他把你们晕了 事实都摆在面前了 你还想把锅扣到我头上 我告诉你 就是我家人 看到你把琴儿 在这儿来了 我才去带伯母和妹妹 来到这儿 为的就是当面 猜穿你 让琴儿 看看你这只 禽兽 你个混账东西 在我们沈家老宅 白吃白喝这么多年 居然干出这种事 我要报官 让你 在里头待一辈子 我最后再说一遍 不是我 李逍遥 连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救了你 你反而要打我 我爸当初真的瞎了眼了 让你这个白鸭王见门 我说个 就凭你的姿色和资质 连给我持剑都不配 你竟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你们沈家又算个什么东西 京都白家白亭 见过主人 南鱼慕容家慕容选 拜见主人 鼠山剑门青鸾 拜见主人 不 不可能 三大运人建宗 这不可能 你明明就是个废物 怎么可能被三大建宗认主 我知道了 你又顾忌穷实 找演员过来演戏是吧 原来我们沈家给你的钱 你就花在这些人身上 再敢对主人出言不逊 信不信我现在就灭了你沈家 是真是假 试试便知 钱大师 钱大师可是王家几位宗士级的高手之一 我劝你们几位识趣的话 赶紧承认 郭走 敢在我面前动手 找死 对不起主人 不可以计 没想到罗刹王的五毒掌被真厉害 你们几个的伤势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什么狗屁三大建宗 明明就是个辣枪头 忠看不忠勇 王上杀了他们 李逍遥 之前放过你太狼猜 干出这么龌龊的事 别怪我心狠手 把他们全都废了 留口气就行 王上放心 包在我身上 我独孤岳的男人你也敢碰 你来干什么 他是我男人 你要打我的男人 你说和我有没有关系 独孤小姐 你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 这里逍遥是被我们沈家赶出去的废物 怎么可能会是你的夫婿 我独孤岳找老公 好像用不着你来管吧 不可能 你这个废物 我昨天才给你送的协议 你是什么时候孤岳上独孤小姐的 是我倒贴的 你们沈家布置真龙 我独孤家可不能错过 独孤小姐 我劝你把眼睛擦擦干净 你旁边的这个男人 就是一个龌龊的男子 是吗 当然了 要不是王上带不过来 我姐被他飞里了 恐怕我们都不知道 他这个人家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不是我等于因为之前受伤 不能运气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答应沈良云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 从今往后 我与沈家再不挂了 谁稀罕 滚出沈家 撞目的作量 还真把自己当跟通 黑群蠢祸动心 只会自降身份 先去找一处境地 疗伤去毒药酒 走 王上 他欺负我们沈家 不能这么白白的让他走了 沈大侍 抓回来 你个小丫头 看样子是非要因我过不去了是吗 要想到我家胡言 你得先过我这关 真是悲哀 很不巧 这家酒店刚好是我家经营的 王上架着被迷晕的水小姐 被拍得清清楚楚 要不是肖阳 你这次恐怕真的遭遇毒手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王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是李肖阳吗 这上面的画面怎么是你 既然被拆穿了 那我就退出了 我接近沈家 就是为了龙佩 你不会真以为 我看得上你们沈家吧 王上 你不是一直喜欢我姐吗 没错 这么美的身子 我怎么会不喜欢 不过我们王家的门槛 太高 你们沈家 踏不进去 我们走 难道 真的受不贵李肖阳吗 忘了告诉你 昨天袭击你家的杀手 也是肖阳洞的手 他救了你两次 你尽快签字吧 好了 你们三人身上的毒素 已经被我去除 谢主人解毒 别动 但毒气在你们体内 盘踞许久 修为恢复速度 恐怕没有那么快 暂时只有宗师级别的水准 是 龙佩一事的确是我疏忽 你们三人附上 我竟然从旁人口中得知 主人不必自责 是我们太过大意 巧看了罗刹王 主人 龙佩是你随身之物 现在去被王家所得 实在该死 不如我们三人立刻杀上王家 将龙佩取回 对 但然之主人信物 该死 还有那沈家 亏得主人暗中都用关系帮助他们 要不然沈家哪有今天 竟然恩将仇报 不适合我带的东西 龙佩之事我自会解决 你们伤势已经恢复 去帮我调查一下罗刹王 这老家伙活了几百年 身后的势力 还没有那么简单 是 主人 这段时间我会留在独孤家 由我来守着龙佩 罗刹王迟早要出来 现在急的不是我们 是罗刹王和王家 李夏阳 有几个自称上行老板的人来找你 这些家伙 消息还真是灵通啊 你们来找我干什么 简 大人 您现在已经离开沈家 我们打算把合同上的事情转移 不再和沈家合作 你们不是合作得很好吗 那些营头小力 我们根本看不上 沈家不过是一个刚刚紧进三流的小家族 如果不是大人您 我们都不会多看他们一眼 独孤小姐 我来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认识 我家小姐是什么身份 岂能是这些阿妈阿狗都能认识的 我家小姐让你在此会合 是给你面子 我还睡了赶紧走 小颖 不得无礼 小姐 这些都是李逍遥的朋友 道歉 对不起 实在抱歉各位 这丫头从小习武以达宗师境 她什么都好 就是脾气火爆了些 我代她向各位道歉 宗师 就是大宗师跟我说话 也不敢这么说 一个黄毛丫头 没大没 独孤小姐 我这几位朋友 想跟独孤家谈谈商业合作 不知道独孤小姐有没有兴趣 对不起 最近独孤家的事情比较多 我没有太大的兴趣 看来你们南欲陈家 入不得独孤小姐的法眼 南欲 陈家 人家独孤小姐跟你说话了 老夫陈景 是南欲陈家家主 三川古路 五川 东海赵家 赵来 京东宁家 宁财富 小姐 你怎么如此反应 他们很厉害吗 这四人 每一家都不是王家能比的 就算巅峰时期的独孤家也比不过 他们都是一地一鱼的真正罢处 我们在封城的一些业务 原本都是由沈家打理的 但沈家做人做事我们都看不上 现在想要重新选择一个合作伙伴 没错 我看独孤小姐没有太大的心思 我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我 我最近可需要在独孤家住上一段时间的 这是陈氏集团的一份百亿合同 请独孤小姐过目 这是我谷家的长期供应需求 同样价值百亿 这是我赵家的百亿合同 另家的 小姐 告辞 难怪这几年沈家义军突起 快速占领封城市场 原来背后是有这四大家族的支持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一个被沈家踢出来的 还要靠你保护的废人 这些全当你的保护费了 辛苦了 能让这四大家族如此八戒 李逍遥 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是个怪人 钱不好了 宁家谷家 终止于我们的合作了 什么 终止合作了 我打电话问一下 你好 我是沈家负责人沈婷 我找 你不用打电话过来了 我们家主说了 终止于沈家的所有合作 你只需要按照合同办事 姐 我们库房当中还借了几千万的存货没出的 终止合同以后 这些都要我们来承担 哎呀 李儿 赵家和沈家来人了 扯走了在公司所有的股份 什么 赵家和沈家也扯走了 倒是你们干的好事 爸 不要叫我爸 我没你这个女儿 你以为 我们沈家 为什么会有今天 那都是因为 李逍遥在背后蒙沉着我们 怎么可能 他那个废物 我们沈家的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 就是 我们沈家兢兢业业才有现在的地位 他不光是一个昏吃等死的废物而已 爸 快坐下 爸 李逍遥 难道我们沈家 这一切 真的跟李逍遥有关系 当初我们沈家 一清二白 我答应将沈家老贼 给他居住 他帮我引荐了一位沈家的管事 从那以后 我们沈家才慢慢好起来 那也不过是引荐了一个人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小妹 别气吧 之后 我们沈家做到 也都是李逍遥带来的人 我们和四大家族的合作 也都是因为他的关系 这五年 我不过撒下一丁点雨露 就让你沈家飞升 狗就是狗 变成了人样 也改不了吃屎的本质 难道 这一切 真的跟李逍遥有关系的 爸 你告诉我 李逍遥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不知道他什么身份 但我知道 我们沈家如果没有李逍遥的支持 很快就会被打回原形 我凭着我这张老脸给你争取了一次机会 可是你却白白的给他浪费了 我要去问清楚 这家我打扮起来 人我狗样的 李逍遥 我们沈家合约被 是不是你搞的鬼 你这人有病吧 逍遥都已经离开沈家了 你们还追着不放 独孤小姐 您无关 我们沈家被三大家族解除合约 想问一下 李逍遥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们说的是这个吧 他们转过头来 与独孤家合作了 前期合作金额 四百亿 什么 四百亿 他们与我们沈家合作不过才几千万 提什么到你这儿的四百亿 因为我们家姓独孤 你们沈家不配 我说的很明白吧 你们沈家和我独孤家比不了 你沈晴和我独孤月也比不了 谢谢你放弃了逍遥 让我有这么好的机会 你让让 我家小姐要去公司 李逍遥 我不许你走 我不让你走 你不能走 给我 李逍遥 我先前不知道你的行 我现在知道 我把这协议撕了 赶紧重新开始好不好 你当下要是货物吗 想买就买想退就退 请你让开 别耽误我们做事 李逍遥 我现在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行不行 抱歉 你好像是误会了 我从来没在意过你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爸当初让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愿意的呀 你对我现在一定还有感情 对吗 那不过是你们家的一厢祈愿罢了 我是你的挡箭牌 你又何曾不是我的炼心石呢 他才是我的真命天理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姐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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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就是个白眼了 先回家吧 我一个人去公司 静一下 李逍遥 你个废话还真把自己当人了 别有抱上的乌家大腿 就能飞黄腾达 就凭你也能指使四大家族 我呸 表姐 今儿刮了什么 捐那个男人 我的事你少管 我是看姑姑姑父走得早 独孤家救你的女孩 怕有人骗 他们突咱们家这么大点产业 你敢逃我 看在我们是亲戚的面子上 我才让你在这里碰口饭吃 可给的不是你蹬鼻子上脸的本钱 再看多 立刻狗滚 我今天没有说要开股东大会啊 你们怎么都在这 因为是我让他们来的 看来独孤家也不像表面上那般平静 张志欣 我还真是小瞧你 确实 长了不少本事 不敢 不敢 我也是靠着诸位股东的支持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表姐手里的股份只有30% 但是诸位股东手里有50% 虽然我手里就有5% 但是我只要得到大部分股东的支持 那这儿就成熟 这里是王家跟我的协议 准备与公司合作一个100亿的项目 但王家有个邀请 就是这个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我 100亿项目 难道是王家那个港口项目吗 据说这个项目是王家的重点项目 这个收益可是非常可观的 这可是大好事啊 王家集团要与我们独孤集团合作 这可是破天荒的好机会啊 自从老家主不在集团之后 独孤集团就越发的难以违禁 有了这次合作 我们独孤集团就有机会 进入第一集团的位列之中 这个下午可是我千辛万苦求过来 所以今天约了公司所有的董事过来 就想问问有没有人支持我 支持呀 肯定支持呀 对我们公司有益的我们都支持 毕竟是为了我们集团发展嘛 没错 是要是带领我们独孤集团 回归巅峰 我就支持谁 张志欣 你这是好样 今天这是让我开了眼界 我们这都是为了公司着想 今天啊 黄家还特意带领过 就是为了给我达成这项合作 双总说的没错 我就是来和各位谈合作 真是倒胃口啊 怎么总能看到 你那两个临时演员呢 怎么 没钱给人结账了 哈哈哈哈 皇少 您认得他 不算认识了 不过是被沈家扫地出门的一个废物 也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放上了表姐 我当是什么重要人物呢 原来是个小白脸 一个沈家不要的垃圾 表姐 就这你还当成保护 你这未免有点太交价了 你敢打我 我去你家拿了我的东西还给我 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 相信横死 吓我 你当我吓到了 我王家 在封城炙煞风云的时候 你小子还在吃奶呢 笑别三 一边站着去 这没你说话的份 他是我男人 独孤家的事 这是他的事 原来这个男人是独孤家的女婿啊 女婿 我看是不知道用什么手段骗了独孤月而已 看来董事长的位置是该换人了 这封城响当当的大美女 被一个骗子骗到手了 真可惜 不可惜吗 要不这样吧 你陪我一个晚上 我让张先生给你个总经理的位置 王磊 吵死 继续而选 您注意点 让他玄机神雀 你居然能看出他唯一的破绽 仅有破绽 那只是对你而言 在我看来 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破绽 你的衣裳没了 我看你们怎么办 小颖 把他轰出去 慢点 王少叔是我们家族重要的合作伙伴 就是这么对朋友的吗 正是要紧 今天约我们大家伙来 道理所为何事 没错 我们没时间浪费在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上 我们还是要谈正事要紧 好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料 再做了诸位 不是咱们独孤集团的老人了 今天把主委叫过来 也是为了咱们集团的未来口 我现在提议 大美人独孤院的董事长职位 同意的 举手 各位 在海岗项目的基础上 我再多加二十 总计一百二十 我们和谁过不去 也不会和钱过不去 谁带领我们赚钱 我们就拥护谁 怎么样 小颖 现在知道了 这到底谁说的算了 我独孤家这么多年来 一直受房价打压 现在竟然将手伸到公司高层中来了 你还真是 不要脸呢 你没听过一句古话吗 钱没了 可以再 不要脸 可以赚得更多 现在所有人都支持张学 你独孤家 还没有什么 我看 未必吧 你个垃圾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 你们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带你们赚钱 这独孤家就是他输了算吧 对 我们所有的股份加在一起 独孤集团的任命权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只要我们同意 你也会拥有话语权 很好 我就喜欢你们这不试快的嘴脸 一切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就都不是问题 这条烂命一百块都不吃 该敢跟王少彩理你 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来 命给下 我要是拿得出来呢 你没听错 王少拿的是一百二十亿 不是一百二十块 要是今天能拿得出来 我跪下 把你叫爷爷 好 记住你说的话 今天这声爷爷 你叫定了 废物 我看你拿什么和我比 这是四大家族拟定的合约 只是前期的一部分投入 总价值 四百亿 哈哈哈哈 四百亿 吹牛吹破天了吧 你知道四百亿什么概念 看来宇和说的没错 你就是一个只会吹牛逼的大傻逼 王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 一会儿他要是拿不出钱来 他的腿打断 扔出去 是 这 这真的是四百亿的合同 没错呀 南玉陈家 东海赵家 三川谷家 还有京都宁家 这都是一玉的超级豪门 竟然都跟我们独孤家合作了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四百亿 整整四百亿 独孤集团最强的时候也达不到这个数字 太好了 有了这些合作 我们独孤集团能够一跃成为一流的豪门 后续合作跟上 超越独孤集团最巅峰的时候 值日和待 不可能 你只是被沈家扫地出门臭脚姿 凭什么跟四奶家族合作 是你 是你做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都是夏娥哥哥的功劳 你头头声声说他是被沈家执出来的废物 现在看来 瞎了眼的是他们 是不是看错了 四百亿 独孤月都拿不出来 被沈家抛击了废物 他怎么可能 我们几个股东在商业 可是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 真假合同还是分得清 我看你 还是嫩了你 不足以担死大任 合同也看了 事实摆在眼前 现在给我跪下 叫你的业 什么 给你叫废物跪下 很好 那这四百亿的合同 我只能收回了 风球这么多社家 我想 他们都会有恶意 张志心 任徒服说 今天你跪也不跪 不跪也得跪 张志心 我和你爸相识多年了 他知道我的手段 你要是把这个单子搞丢了 信不信 我让你张家用无安宁 你们 你们是我的人 我们就是再傻也会算数 知道一百亿和四百亿的差别 四百亿就是拿钱 堆也能堆出一个封城豪门 华少 华少 你不帮我 今天我这个头要是科 在独孤家就在也站不起来了 你帮帮我 这是你们独孤集团的家事 自己解决 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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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主子已经走了 现在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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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吧 不行 我记得你还要叫什么吧 独孤月 你可是我表姐 要叫我赶出公司的时候 你好像不是这副嘴脸啊 我丝毫没看出你面积我们的关系 挺痛快的 我 废话少说 立刻叫完 叫完就滚 以后独孤集团 没有你的容身之所 好 好 你 还用 小招 我记住了 爷爷 哎 真乖 滚吧 今天白天的事 谢谢你 别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们独孤家 看来也不是如同表面一般平静 我爸妈去世的早 我16岁就接手了独孤集团 他们那些人明里暗里都做过什么事 我都一清二楚 要不是估计我爷爷 我手里的那些股份早就被他们瓜分的一个二净了 哎 没事 以后有我帮你 独孤家肯定能恢复到以前的荣光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也没告诉你 嗯 我是一个好人 主人 我们查到罗刹王近期会有动作 什么时候 两天后 王家驰龙配以剑尊的名义召集武林大会 届时封城所有的势力都会前来 罗刹王麾下的底下势力已经有所行动 目标正是封城 不错啊 都来吧 省得我一个个的去找 我的东西 却是谁都能觊觎的 听说王家拿到了龙配 那龙配可是建尊大人的天身之物 据说那颗玉配的后面 隐藏着一条通天之路 此龙配一出 不仅封城云洞 周边的各大世家也都没闲着 都派人去城中探听消息 王家这次恐怕是要一飞冲天了 王少 我怎么收了你这么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现在王家手建尊的赏 马上就要一步登天了 你还不趁着这个机会去找王少啊 是啊 姐 难道你还想着上次的事吗 王少不过是因为不想在万人面前落了面子 其实他是很在乎你的 对呀 你也来了 王少 王少 你们王家得到建尊的赏识 我们沈家能不能跟着沾沾光啊 一惊这龙配 这龙配原本就是建尊之物 你们沈家归还 还有什么奖励 不过呢 现在建尊将龙配赐予王家 这归还之功嘛 沈家多少有点功 只是我王家 家大业大 你们沈家自然是高宽不上 不过呢 我最近倒缺一个秘书 如果沈情愿意过来 我倒可以帮助沈家一帮 龙配那无主之物 去救王家一个人之 简单 全杀了就是了 你沈家自然是高宽不上 我倒可以帮助沈家 沈家急死我一生 是啊 姐 你只要答应一声 我们家就不用这么难了 沈琪 别说我不给你沈家机会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答不答应 姐 我还做决定 我答应 王少 来了好多高手 我摸了一个人都折了 不要慌 我早知道独孤家要来 我早就准备好了 郑主来了 你们要是不来 我今天这独角戏 我唱的没意思 独孤月 你以为找到四大家族之时 你独孤家就能只手折天了 我告诉你 这封城 他姓王 我想让谁生 谁就可以生 我想让谁死 谁就会死 能耐不大 口气倒是不行 今天我倒要看了 你们王家是怎么认不死的 你个废物 你以为你攀上了独孤家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告诉你 今天以后独孤家就要在封城消失了 你中秋也不会 废 李小友 想不到吧 王少早就把独孤家算计在内 今天这场红门宴 就是为了独孤家准备的 愚蠢 放肆 你想敢做建尊大人的影子 你知不知道今天 王少以建尊的名义 召集天下巡雄 你这是最建尊不敬 敢对我家主人放肆 我看你才是找死 你说对了 我还真不把建尊放在眼里 大胆小子 真是无法无天 建尊可代表着剑道巅峰 你竟敢口出狂言 早晚后死 哪里来的傻猫 王少 赶紧找人把他慌出去 诸位 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名叫林逍遥 是沈家扫地出门的一个废物 五年了 一个男人一事无成 离开了沈家 又攀上了独孤墙 妄想以傍富婆的形式来证据自己 可惜呀 烂泥就是烂泥 怎么服都服不上墙 李小阳 我以为你救了我 我自己赶回资金了 我现在同意和你在一起 没想到我还是太神 我对你太失望了 失望 你们沈家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你未经过我允许 擅自将龙佩给予他人 失望两次 你是怎么舔着脸说出来的 你 李小阳 我们沈家白白咬了你五年 前脚高分手 你就立刻找上儒孤院 哪有那么凑巧的事 明明就是你背着我紧 将我没乱干 我看你这张嘴是不想要了 你要是再敢污蔽我们家小姐 我就撕到你的嘴 李小阳啊 李小阳 以前躲在沈青生活 现在躲在独孤院生活 你怎么就只会躲在女人生活 我给你个机会 你把独孤家那四百亿的订单交出来 我饶你 图穷必现了 原来这才是你今晚真正的目的 独孤院 四百亿的订单 你独孤家吞得下吗 吞不吞得下用得着你说 有本事 你也确定四大家族要订单啊 李小阳 四大家族与我沈家合作多年 向来十分愉快 这次突然撕赢 这次突然撤资 肯定是你在当中搞鬼 今天我就要将是我沈家的东西全会搭回来 别说我不给你独孤家机会 只要你愿意做我的女人 和我王家一同接下这笔笔单 我一定会秉明建尊大人 放过你们独孤家 你的意思是说对付独孤家是建尊大人的意思了 那当然了 我王家一心按照建尊的意思办事 大胆 建尊何时下过这样的命令 我看你是装上眼了吧 我告诉你 建尊大人就住在我家 一会儿和我父亲会一同前来 原来王家得到了建尊大人的除亲 怪不得敢如此大仗 建尊清临 王家冲天之势难掩 我们紧随其后 也能沾染一点恩赐 建尊 我今天真是来对了 建尊清临 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小三 这是建尊大人的命令 我劝你乖乖交出订单 否则 任我弄了建尊大人 我定让你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很好 我记下了 废物 别以为有独孤家罩着你 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诸位 建尊之命 我王家不敢不从 我现在就以王家继承人的身份宣布 从今日起 我会全力阻击独孤家 直到独孤家 破产为止 就凭你 那得加个我呢 没有我 我李家愿意追随建尊大人 共同讨伐 吴孤家 这样的事 怎么能少得来我们洪家呢 我愿意诸位一同 拜建尊的 安前往后 独孤家在封城也这么多年了 是该吹吹 我沈家将竭尽全力 帮助我们家 全力讨伐独孤家 让你们把拿走的 全还会 独孤月 我刚才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把握 我看以后在封城 还有你独孤家的立足之地呢 还有你 我看你怎么继续装下去 废 你盼上独孤家又能怎么样 独孤家连通你 现在是全封城的敌人 我看你怎么死 李小阳 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 现在封城以王家为 什么他妈狗屁的王家 在老子眼里 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 谁是王家小崽子 出来听爷爷训话 放肆 你什么东西 敢对王寿不敬 像当年我兄弟二人 横闯墨北 横杀千里 哪是你一个封城家主 呵斥的 别是笑话 血杀千里无踪迹 横行墨北两人行 你们是 罗汉和行者 怪不得你小子有这种底气 原来是请了这两尊大佛 我管你们是什么东西 敢对王寿不敬 就该死 独孤月 你下这么重的手 你是想与封城加速为敌吗 当众杀人 与邪魔无异 这是要与整个五连为敌 你们刚才不是口口声声 说要联合狙击独孤家 怎么势头一入 口红利 论商标 还得是你们 我不管你们之间 有什么样的恩怨 我今天 就是来拿龙佩的 直向的 赶紧交出来 二位 跟他们不是一会儿的 不认识 你个兔崽子 你敢骗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和他们是一起的 姐 你看到了吧 这个李逍遥 原来一直都在招枪做事 他就是一个骗子 也就会找找演员 狐假虎威 二位 我先前以为 你们是那小子 派来的帮手的 原来是来参加武林大会的 误会 全是误会 我们可不想听你闲话 我今天来 就是来拿我的东西 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十分钟 糟了 想不到龙佩惹来了这两位 今天的情况恐怕有变 两位别着急 王家家主和剑尊马上就到 这两位神龙剑手部剑尾的大人物 剑上一面还挺幸运的 剑尊 没错 剑尊现在正在王家的府上做客 一会儿就到 现在也只有用剑尊的名头来吓吓他们了 希望他们没有见过剑尊本尊 没错 剑尊马上就到 二位现在走 我保证不讲此事 告诉剑尊 大哥 要是这剑尊来了 咱俩也打不过呀 罗朝王密比较没法揪的呀 大哥 这都什么时候了 保密要紧啊 好 两位别着急走啊 这是让剑尊知道了 会不高兴 我看呀 还是在等一等 等剑尊来了当面说清楚 你说是不是呀 王少 两位别听他乱说 这种废物 他就会扭活离剑 这样 你们二位现在离开 我们王家绝对不会有与二位做对的事 此事 我也绝对不会告诉剑尊 王少这么着急的赶人离开 莫非 剑尊是假的 吕家阳 你胡说八道道了吗 剑尊是什么样的人物 王少怎么可能骗我们 没错 你是一个彻脱彻脱的小人 不要把人都跟你对比 王少是王家的几成人 怎么可能跟你要耍这样的把戏 那剑尊居然在王家谱上 那干嘛害怕这两个跳梁小丑啊 小子 口出口眼 找死 有些白痴 但这不是你们嚣张的资本 糟了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功力跟剑尊大人 起来吧 谢剑尊大人 这就是剑尊啊 真是长见识了 哪来的野小子 竟敢坐剑尊大人的位置 这是剑尊大人的位置 我就坐了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 逍遥 你面前的可是剑尊大人 放心 我自有安排 老婆纵红江湖之时 你还在娘胎里 我不与你计较 快快离开 李逍遥 剑尊大人不与你计较 赶紧滚 等剑尊大人发火了 叫你吃不了 刀着走 剑尊大人 这小子不知静退 冲撞了你 不如直接将他镇压 免得他以后再写什么妖盒子 是啊 剑尊大人 刚才这小子对您没有丝毫敬意 您没来的时候 他还在那大言不惨 哦 这还要此事 王家主 今日的武林大会在王家去办 怎么处置 你们自己看着办 你灾人 给我拿下 驾 没用的东西 还不快滚 黄家的人实力太弱 剑尊大人想要惩罚我 何不亲自动手 你这废物 剑尊何许愿意 竟然想让他亲自动手 岂不是当了他手 李向阳 闹歌了没 剑尊大人不和你一般见识 你不要当鼻子上脸不知好歹 大惨 沈晴 你知道你现在的样子 像极了一个可悲的小丑 这五年我对你们审栽的付出视而不见 忘了一句话就能让你们卑躬趋近 你 可王少比 你也配 行了 都来齐了 那就一并解决 都进来吧 把他给我拿下 小妖 你敢 什么 剑尊大人竟然败了 这怎么可能呢 剑尊男武道巅峰 这世上还有人能败得了他 难道 真如同那小子所说 这个剑尊是假的 不必追了 是 剑尊大人 什么 他是剑尊 李逍遥 别人不知道你 我还不知道你吗 你在我沈家白吃白喝五年 你说你是剑尊 真是笑死我了 李逍遥 剑尊大人的名乎你都敢 敢大包天 把一个假剑尊都能让你们卑躬屈膝 本尊站在这 你们却给我冷嘲热讽 真是一群可悲的人 李逍遥 就算他是假剑尊 但你冒充真剑尊也是死罪 还请二位帮我杀了他 我王家一定重重报答 竟然敢拿剑尊的名头压我 我告诉你 我今天是来拿龙佩的 你们要是交不出来龙佩 谁都被死 小子 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 但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只要你们把龙佩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不死 是啊 这场闹剧 的确该结束了 是 什么 南玉成家 东海赵家 三川谷家 建都宁家 四大家族的家族亲民 他们怎么会来奉仇 参见剑尊大人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戏眼过了吧 我知道四大家族 和独孤家有合作 但你们这么做 未免也太卑劣了 他如果是剑尊 我今天就把命留这儿 那你就把命留下吧 爸 爸 爸 你们两个家伙 本来我家赶进 十万打山倒中 狗言残喘 我已经给了你们一条生路 还敢来冲撞 剑尊大人 古月 这里不是三川 不是你嚣张的地方 你说 他是剑尊 我偏要试试 滚 追 你竟然真的是剑尊大人 报四 我们是剑尊大人的旧使 只有你们这群 被蒙下了狗眼的东西 还会不识正主 好一个王家 今天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我虽不认试试 但真没想到 有人敢踩 在头上 很好 从今天开始 封城王家 可以消失了 是 剑尊大人 这便是你信奉的神灭王家 我随便了一句话 便可以让他灰飞烟灭 我 我说你沈家凭我的支撑 才有今日的地位 我命四大家族撤刺 已经算是一种告诫 你们非但不懂 还再一次站在王家的身边 现在我说过的话 你信了吗 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你要是早点说 这些都不会发生的 我没说吗 你信吗 姐 你别信他 他真有这么大的能力 我们沈家 现在早就是封城第一世家了 想当第一世家 你们沈家有这个实力和底蕴吗 李向遥 那也不是你抛弃我们沈家 转而帮助独孤家的理由 我主人的名讳仅是你能叫的 你敢打我 再敢多言 下次就是你的命 李向遥 我这么多年 在沈家兢兢业业 从而不敢带门语分 所以有了沈家现在的一切 不能因为你的一句话 就把我所有的都否定了 要不是见尊大人发话 区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沈家 怎么可能得到我们四大家族的合作 区区千万合同 我宁家一年丢掉的都不止这么一点 只有和独孤家合作 才是双向共赢 我已斩断于沈家的前缘 无需再提 从今往后 你们只需要好好的和独孤家合作 是 先生大人 如果我刚才没有记错的话 你们刚才说要独孤家 拿出四百亿的合同 否则就要阻击独孤家是吗 剑尊大人 我们都是被王家挑拨的 被他牵着鼻子走的 你就饶着我们吧 我看你们一分填膺的样子 比王家还要着急啊 剑尊大人 今天的事情都是王家 和您的沈家 都是他们挑起来的 我们只是被牵着鼻子走的 都是这个剑人 都是他在和您挑拨的 都是因为他 我李家 给剑尊大人道歉 只要我李家能够提供的 我全都满足 原来 刚才是个误会 误会 那你们就收拾收拾 滚出封城 从今往后 有独孤家的地方 就不允许有你们的存在 那个 剑尊大人 你就不要和我们开玩笑了 你看看我的样子 像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剑尊大人 您是武道巅峰部家 但我们封家 在封城也几百年了 也是几大人 一点一滴鸡肋起来的 这个浅显的道理 你都明白 独孤家难道不明白吗 你们想阻击独孤家的时候 你他们想过吗 剑尊大人 求您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你让我们离开封城 离开封城 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吧 是啊 求剑尊大人开恩啊 我这不是在和你们商量 我是告知 剑尊大人 之前是我们有不敬在先 我们有错 我们道歉 希望您大人有大量 就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 我要是不希望 做人流离线 日后好相见 我们封城众家联合在一起 就算四大家族 以后封掉一颗牙 我们封城众家族 在封城都有产业 无疑不是生命显赫之辈 你拼一句话就否定我们 我第一个不服 封家主说的没错 我李家 虽然算不上极世家 但有极生一流世家 有心让我们救死消失在封城 躲门 既然谈不拢 那就别谈了 我封家也不是下达 你见尊在五道界 固然全是套天 但在我们封城商业圈 你还差得一点 我们封城众家联合 也为你怕的 很好很好 原本我古家想要进军封城 爱与建尊在此 我古某人不敢逾越 现在看来 是个天大的机会 是极是极 景帝之蛙 喜感亏天 我已经给过你们离开的机会了 我封城云今天就站在这 我是与封城众家共存王 我李家复义 我宏家复义 我前家复义 我梁家复义 好啊 我必是五年 有些人怕是真的忘了我的手段 要不然也不敢打龙佩的主意 这样也好 风之下去 今晚封城 重新洗牌 是 我封家在封城驻里几百年 重新洗牌 你妹妹也太狂妄了吧 景帝之蛙 建设少是很正常的 我们四大家族 不过是建尊势力当中的九牛一毛而已 要想覆灭封家 一小时足矣 我打算 你 我要是再不出手 你们怕是忘了谁是建尊了 武者一怒血剑五步 我想让你死 天下第一人能让你活 做人流一线 我现在与你阴阳两阁 想见我进托梦 什么 我们几头妹不明势力狙击 快要扑闪了 这 什么 我们的订单 被全部退回了 什么 龙贵那名人要罢名我 他们想造反吗 依然可怜风尘云洞 现存他到底拥有多么可怕的势力 怎么可能 他看上去才二十多岁 怎么可能有这么凶厚的势力 一群无知之人 其身后的势力是几代建尊的积累 犹如浩瀚鲜河 你们说我主不看颜天 却不知这片天只是他手中的一鱼而已 他手过鲜河 你们能看清的 妈 妈 姐 怎么办 他真的是建尊 传令下去 从今往后 独孤家是我必要 凡是敢打独孤家主义的人 后果如他 建尊大人 求建尊大人饶命 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愿意献出李家一半产业 送给建尊大人您 求建尊大人放过李家 放我一条狗命 建尊大人 我愿意愿意分出一半家产 只求建尊大人 放过小人一把 我们也愿意献出全部家业 你觉得呢 我 他们都是封城的前辈 几辈子宰下这份家业 我身在独孤家 甚至守城不印 要不 放了他们 那好吧 既然你发话了 这事就这么算了 你们给我听好了 把你们家产的一半 送到独孤家 谢建尊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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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错了 谢独孤小姐 姐怎么办呀 你消失建尊 功德做了他 准备好果子吃 我们上海被奴走了 我们惨了 不行 我一定要去问清楚 大人 没追到 让他跑了 我就让他走的 罗刹王不拿到玉佩 他又怎么能出来 朱沙罗刹王再度势力也没用 小阳一劳永逸 就要连根拔出来 李小阳 你让开 我找他 你敢打我 可打你都是轻的 你所做之事 死不足惜 要不是看在你与主人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这把剑 早就落在你头上了 我是桃卫会剑 主人责罚我自会承担 这一巴掌 是你标游自取 李小阳 我不会责罚你的 谢主人 沈小姐 外面天快黑了 我还要回独孤家 有什么事快说 李小阳 所以她是你最好的选择 对吗 你用你所有的实力 成全独孤家放弃了我们沈家 她能给你的 我一样能给你 她不是我身份处处护我 对我无条件的信任 所以我选择了她 我不止一次的告诉过你事情的真相 换来的却是讥讽和嘲弄 李小阳 你明明可以让我更直观的看着你 甚至 你可以带着四大家族 帮我把沈家抬到封主之位 可是你偏偏只得那么一点点的恩惠 让我沈家如此难看 我真的是看到你了 健尊大人 让我们与你沈家合作 可是 你们这么小门小户 能够撑得起来吗 给你个一百亿的订单 你吃得下吗 我沈家怎么吃不下 你敢给 我就敢接 好 这是我和独孤家的两百亿的合同 现在我就交给你 你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 我就让你沈家 灰飞烟灭 同位女人 我劝你考虑清楚 这份订单不是你能吃得下的 这么蠢的女人 如果没有健尊大人的提醒 怕是连生存的空间都没有 我偏不 你独孤家能得到的 我沈家一样可以得到 这是你要求的 我现在将四大家族带到了你面前 不果自负 只要你没有干扰 你看我能把沈家 带到什么高度 很好 我拭目以待 姐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你小姐是健尊 应该怎么办 她是不是健尊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合同完成就行了 两百亿合同 嗯 谢谢 你明知道那份合同会害了沈家 为什么不阻止她 那可是两百亿的合同 怎么会害了沈家 如果是独孤家 比如说两百亿就算一千亿我也敢建 因为独孤家的底蕴不是沈家能比的 可以沈家 她现在的家底 就算掏空家底 也不可能完成合同的十分之一 资金链必然会断裂 怪不得你爷爷愿意将家族的生意交给你 这是个正确的选择 没错 我之前的计划是这样的 我先让沈家稳步的发展 可惜 他们不懂 那你还让沈情接了 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人们 总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算了 沈家的事我也管不着 经过今天 我独孤家被你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无数双眼睛盯着 以后就要如履薄冰了 你想做什么事情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 有我在你身后 不用怕 我 想做什么都可以吗 只要不为非作歹 想做什么我都护着你 谢谢你 这么多年 第一次有人护在我身前 这种感觉 真好 我喜欢你 我说 我喜欢你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我体内的境界松动 痛苦患三 迷失心智 怎么会这样 石凤沛 我终于突破 我这刚出关有点不适应 怎么什么都看不见 不行 跑这么快 不行 再这么下去 我的导心就要失手了 帮帮我 我感觉身体 快要炸开了 再这么下去 我的身体也要炸 不行 绝对不能承认这位 想要和你发生什么 也绝对不能是这个时候 哎呀 你们是谁 干嘛抓我 闭嘴 拜见罗刹王大人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会比吴王 李兄弟 他被人打死了 请吴王为他报仇 什么人 敢杀我的人 是贱尊 贱尊 他还活着 你是何人 拜见罗刹王大人 我与贱尊之仇 不共戴天 大人 小的 愿意把这龙佩 献给大人 追随 大人左右 好好好 不忘我等了这么多年 龙佩主 就是到了我的手里 你争夺龙佩之事 剑尊可在场 在 哼 荒谬 剑尊与我不相上下 如果是我要杀你 你认为 你和一个李党二 能从我的手上逃脱 这 他根本就不是贱尊 我就知道 李逍遥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贱尊呢 一定是假冒的 这龙佩和贱尊之名 应该属于武王才对 好 李先生龙佩一工 我们忠忠忠忠杀 庆卓 奴婢在 从现在开始 你跟着他 保护他的安全 是 程座师 在 以我的名义 召集所有人 我们该出去了 是 剑尊 你以为你死的就没事了 情仇旧恨 我都会夹在 你有关的人身上 你所赋予我的一切 我将加倍的还给他们 那现在到底怎么办 眼睁睁看着 这笔订单完不成 后面的赔偿 忘了沈家 这要完蛋了吗 姐 实在不行 你去找你家主吧 真的忘了一下 将订单的数 归复到原本的样子好了 这么大 我们沈家真的数不消 我试试看 我出十个亿 能帮你们解决问题吗 王少 王少 你没事 这事太好了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我再出资十个亿 解决你们前期 所有的定单 这关键时刻 还得看王少 晴儿 快谢谢王少 谢谢王少 解我沈家燃眉之急 谢就不用谢了 有件事情 需要你们去办 什么事 我最近呢 不方便出面 你们帮我去打听 李逍遥的动向 随时回我 王少 他可是建尊 让我们去 确定他的动向 不太好吧 建尊 他也配 不妨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加入了 罗刹王的回响 他老人家已经证实了 这个建尊 就是冒牌的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我就说那个废物 在我们沈家 白吃白喝那么多年 怎么可能是建尊呢 现在王少 投到罗刹王的门下 一定会让那个废物 认不了逗着走 王少 你可要替我们报仇 哪个贱人打了我 我一定要切手撕他 你放心 我已经联系好了 长期被他打压的几大家族 他们会暗中支持我 还有你们 要保持和宁家的合作 到时候 里应外合 定叫他生不如死 对 那臭小子太狠毒 想拖垮我们沈家 如果不是王少的帮忙 那我们沈家 将面临巨额的赔偿金 可是 放心 我绝不会让沈家 只身犯险 你好 我是约瑟夫 云兰集团负责人 云兰集团 就是那个世界前五的 超级财团 从明日起 云兰集团 将会全力阻击一毒孤月 沈卿 你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 推一把 加深李逍遥和毒孤月的力 就够 好 我答应你 你们什么人 为什么拦着我们 独孤月 二十四岁 封城独孤家独女 父母双亡 你们调查我 你好 独孤小姐 我是云兰集团负责人 约瑟夫 我之所以调查你 也是处于安全起见 我准备带领云兰集团 进入大厦市场 想和独孤小姐谈比交易 云兰集团 那个超级财团 嗯 你们想谈什么合作 我们想收购 独孤集团 打碎 重组 让它变成我云兰集团 进入大厦的先锋 不可能 我独孤集团 是我独孤家 几代人的心血 绝对不可能 卖给任何人 我出一百亿 喂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们独孤家 和四大世家合作的款项 都不止这个数 就你还想一百亿兽 和独孤集团 简直痴心妄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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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是美金 而且你要快一点决定 因为过一会 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约瑟夫先生 不管你出多少钱 我独孤集团 是不会卖的 是吗 独孤小姐 你的电话响了 什么 小姐 不好了 四大家族的红家 遭到不明身份的组织举机 需要调回资金 我们的合作要取消了 我知道了 谷家也遇到了难处 是不是你搞的鬼 那么现在我出嫁 一本人意 打下你 是不是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 再过一会儿 恐怕连这个数都无法保证了 原来这团好大的威风啊 你们怕是忘了 五年前你老子 是怎么灰溜溜的滚回去的 小子 注意你的态度 我身边有治安局保护 你动不了 这是我们的职责 请不要为难我们 放心 他这种被人指使的狗 还不配我亲自出手教训 不会让你们为难的 我劝你对我说话客气点 我想要碾死独孤集团 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如果你不怕重蹈覆辙的话 你可以试试 我保证让你有来无回 就凭你 真是笑死我了 我云蓝集团称霸这么多国家 区区大厦还真没有被我放在眼里 好啊 那你就试试 只要你敢动独孤家 我马上让云蓝集团灰飞烟灭 当年你老子跑得快 你可没那么好运 李逍遥 我看你还真是装相的人呢 不会真的以为你就是正宗的吧 你的把戏该结束 把戏 我能有什么把戏 你不是找到四大家族给你撑门面吗 不过我告诉你 在他们眼里 你也就是个鬼人 别真把自己当个儿葱 独孤小姐 我好心劝你 离这个人远一点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我的事不用你管 好 话尽于此 那我就不多说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信不信有你 说完了 说完了就离开 这里是独孤集团 不欢迎你 别得意 这独孤集团一会儿姓什么 不知道 约瑟夫先生 古兜们到了 这边请 嗯 鱼儿上钩了 看这个 怎么样 诸位 约瑟夫先生 以溢价20%的价格 收购你们省中的股份 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了 约瑟夫先生给出的条件 其实挺诱人的 只是你们也知道 我们这跟独孤家一辈子 这突然离开了 我们能去哪啊 是啊 我们跟随集团 赶了一辈子了 卖掉了 好像空老老的 对 真是舍不得呀 你们这帮老狐狸 当初我推举张建新的时候 也没看你们这样 你们这是要做得起价吗 嗯 嗯 凡事都有价格 你们的意思我懂 我云南集团想要收购独孤集团 但也不是冤大头 我愿意再上浮5%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才5%啊 既然约瑟夫这么没诚意 我看啊 我们这帮老骨头还是别折腾了 这事就算了吧 我家孙女还等我回去 带她去游乐园呢 这下子计划泡汤了 真是浪费时间 云南集团 世界排名第五的集团 就这么点诚意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就是 你们太过分了 我都已经一价25%了 你们太贪得无厌了 好 百分之三十 三十 百分之三十 三十 也可以 三十 你还行啊 你们合同都签完了 当然 约瑟夫先生愿得出百分之三十的价格 收购他们的股份 有什么理由拒绝 云南集团果然是财大气粗啊 那还有你说 四大家族招不报信 独孤集团现在是我的 你小子 现在还有什么领事 还有什么仪仗 我现在捏死你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 违约条款都看了吧 看了 像违约 在我的合同上 要是违约的话 可是要以总价十倍的价格赔偿的 十倍的价格 这个价格很合理 不过你误会了 我不是怕他们反悔 我是怕你反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紫面意思 独孤兽 没想到老夫不安事事这么久 还有人认得我 老家主 老家主 你们既然合同已经签完了 就可以回去了 三天后 新集团的发布会 别忘了道场 老家主放心 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们怎么能忘呢 就了这笔资金 我们新集团的质运又增加了几分 你们集团 别傻钱多 我们这群混蛋 居然把独孤集团掏空了 只留给我一个空壳 你自己收购之前没有调查清楚 那有关谁 或者说 有人给你提供假消息 这件事 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 约瑟夫 你听我解释 约瑟夫 李逍遥 你到底干了什么 李逍遥 我才跟你说话 你瞧狗听得懂人话吗 让你背后的主子来跟我讲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据说除了农沛之外 还有一个凤沛 凤沛 我 事情都办好了 办 办 办事办好了 可是 怎么吞吞吐吐的 他被骗了 收购的独孤集团只是一个空壳 四大家族当中的宁家和陈家 已经将资金转移 与独孤家合作了一个新的项目 三天后就召开发布会 就是说 我们出动了这么多人力物力资金 仅仅只是整合了四大家族中的 谷家和赵家 唉 这次的亏损可不下三百亿 谷家和红家的狙击也无疾而出 对方不仅没亏 反而还赚了不少 你想怎么死啊 我 都是独孤婶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要不是他从中渡港的话 独孤集团少就被我拿下了 还有 还有李逍遥 这肯定 肯定是他的鬼主意 我不想听解释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一块狠小伤 才是相同的玉佩 是块狠佩 是块狠佩 狠佩 对 是块狠佩 我看到 戴在 独孤月的手上 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那条 原来还有一块狠佩 你的这条消息还算有用 就暂且饶你一命 大鱼总算是来了 又是你们三个 上一次是龙佩 这一次是凤佩 看来剑尊的秘密 果然藏在这 罗刹王 剑尊之物你休想抢夺 上次没杀了你 这次必让你丧命 有点意思了 你们三个居然破解了我的五都长 不过我的五都长 七十经脉 你们三个尚未恢复到巅峰 交出凤佩 否则 今天你们都得死 剑尊的绝学 谁 取你性隐之人 原来以为是剑尊那个老家伙 原来是个乳秀未干的臭小子 剑尊绝学向来是不外传 看来剑尊真的死了 我师尊已破镜非生 一道上界逍遥快 把我赶进十万大山当中痴乎百年 怕就这么走了 小家伙如此年轻 修为竟然不比我差 剑尊一脉果然恐怖 不过照你师父相比 你还差了一点 交出凤佩 我可以网开一面 放你 我自然是比不过我师尊 不过对付你 还是足够的 这种一个小的需要花费力气 在这三个 我怕没那么好对付 找个机会将你们分开 一再杀 今天的事情我记下了 给我等着 不闭嘴了 主人 为什么不杀了他 百毒之虫死而不将 杀一个罗刹王自然能解认 困难的是要将他的势力 全部连根拔出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给他一个假象 让他背后的势力 乖乖的不欠出来 枕草 除根 剑尊那个老家伙果然先我一步 堪破天道 飞升而去 那 那个小的 他是剑尊的徒弟 修为与我不相上下 不能再给他溜入成长的空间了 否则 他将会成为第二个剑尊 我 我有个主意 说 剑尊在五年前有个女人 他嘴里说着不在 可五年内 没少帮衬的 我们可以利用他 把李逍遥引出来 嗯 打吧 事成之后 五王一定会帮沈家 成为江城第一家族 可是 我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 齐 你信不信 只要你说几句好话 李逍遥就如同一只哈巴狗一样 乖乖的跟过来 哼 他只不过是独孤家和四大家族 利用的傀儡而已 还真以为独孤月会看上他 你只要对他稍加颜色 他肯定会知道怎么选的 没错 到时候帮助罗刹王杀了李逍遥 那我们沈家就能搭上罗刹王那条大船 飞荒腾达了 好 那我就把沈家的希望 寄托在王上身上了 希望你不要让我读书 嗯 这个 是画公散 只要你让李逍遥扶下 五王 不仅会帮助沈家 更会救治你爸 超级找我过来 有什么事情 听说 我爸最多只活半年 当初你爸中了罗刹王一掌 五毒攻心 按理说确实只有半年寿命 不过我派出寻找药物的人传回消息 已经找到几位灵药 或许能够对你爸有所帮助 真的吗 我骗过你妈 你找我来是因为这件事情吗 如果是的话 那我先走了 别信他的鬼话 五毒长的毒 只有我主才能解 别忘了今天是来干什么 等等 还有事情 我只是觉得 我们还从来没有好好聊过天呢 我想请你吃个饭 我们好好了解一下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 我求求你了 我最近真的很迷茫 哪怕就一个小时 那你先去点菜 我去趟洗手间 好 让他把花公散喝下去 对不起 你瞎呀 我看你是不想干了 你滚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看错了 吃饭吧 谢谢你陪我吃这顿 这顿饭 是我与沈家最后的情分 能进完后 我们是迪飞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饭吃完了 你的心意我收到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 有些事情你我明白就好 不需要说出来 什么事不需要说出来 我看你还是说出来的好 李消遥 李消遥 他是我女朋友 你跟我女朋友在这吃饭 让我很不爽 那你就继续保持 因为以后这种不爽的事情 会越来越多 我看你是在找死 小哥哥 今天晚上陪我玩个游戏 好吗 你这老巫婆的年纪都能当我奶奶了 我对你没兴趣 怎么回事 他不是已经浮现花孔散了吗 我亲眼看他喝下去的 你 你居然给我下毒 李消遥 你别怪我 要怪你只能怪你自己 非要只有沈家于死地 只有你死了 我沈家才能重新走向辉煌 李消遥 到了夏年 记得报我的名字 我路连废 给我杀了他 给我追 死期到了 好 我看你跑到哪去 挂公散 乃本教秘药 服药之后半个时辰内 功力尽失 差不多了 现在的你 已经是个废人了 花公散 卑鄙 清卓大人 我王家的败落 都是败他所赐 既然他已经是废人了 那这条命 就交给我了 好 那所点 李消遥 我王家 本是封城第一家族 就因为你一句话 让四大家族联合给毁了 这笔账 我俩今天慢慢算 这是你自作自受怪不得我 如果你想的话 我可以送你下去和他们团聚 李消遥 你记住 你的武功废了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怎么 你还指望四大家族和那些老家伙会站在你这边 做梦 我呢 要侵蚀你的一切 我走你全部 我先玩完审情 再去找乌月 但凡你看上的 都会成为我的玩物 放心 我一定会带他们到你的坟前 好好进来 死吧 你怕是误会了 就算武功尽失又多 但凡凡这种身的力量 可以退层杀了 救我 青州大人 救我 废物 别过来 小心我杀了 主人 小心 该死 让这小子跑了 还不是你这个废物 否则我的话公伞 就算他活着 也是个废人 不会耽误我主的大事 王 李湘瑶已身重化公伞 现在武功尽失 不过可惜在我准备挤拿他时 被三位剑宗中的其中一位救走了 如何确保的功力尽失 确保 我 确保 我亲自看他 扶下化公伞 我还上去试了他的身手 一点武功都没有 还有一点点力气了 干得不错 就算他用药物压制度化公伞 功力也只剩不到三成 不足为据 通知下去 计划开始 从今往后 剑尊之名 就是我的了 剑尊已死 残云散人听令 明日封城 武主罗诈王将登临剑尊之位 尔登必须前往 你说剑尊已死 就已死了吗 你看这是何物 是龙佩 剑尊的随身之物 残云散人 还有何话说 残云领命 不往等级剑尊之位 特令范家明日务必到场 否则后果自负 范家知晓 明日一定前去 香妖怎么中的毒 沈家那个女人骗了主人 在主人的食物中下了毒 那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解啊 挂公伞乃武毒教其毒 天地间只有罗刹王能破 其他人没有任何办法 我去找罗刹王 我什么都不要 全都给他 只要他能给逍遥解读 你别冲动 你现在去 就是给罗刹王一口成之鸡 有我们守护你呢 罗刹王不敢把你怎么样 可是 黑剑按照原计划进行 绝不能让罗刹王看出什么破绽 欢迎封城的各位同僚 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参加我独孤家的盛宴 今天我独孤家和四大家族联合 创办了一个新的公司 环宇集团 环宇集团 好霸气的名字 独孤家和四大家族联合创办 资金雄厚 受剑尊的照佛 独孤世家腾飞已经势不可挡 或许在将来 独孤家能成为第五大世家 献尊 今天就让你文心毕落 环宇集团 及其四大家族 以及独孤家的所有产业 将在封城寻找更多的合作商 见识呢 希望各位可以 见识 各家族将会被独孤家 从封城除名 你独孤家联合四大家族 假以建尊之名 欺骗我封城所有家族 这笔账 今天该算算了 王磊 你王家已被建尊除名 还敢在这胡搅满城 一会建尊发起路来 看你怎么死 今日是四大家族和独孤家 大喜的日子 你敢来闹事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我不仅是来闹场的 我还会掀翻整个庆典 你独孤家 不是一张建尊提醒 我今天就站在这 我看建尊如何杀我 王磊 建尊大人上次没杀你已是开恩 你这是自学死路 自学死路 没错 我就是来寻死 建尊呢 人呢 出来 不敢出来 还是怕 王磊 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我不怕告诉你 你口中的建尊 已经服下化工伞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我今天来这儿 就要夺回我所失去的一切 他不是 在乎你 那现在 就从你开始 活里逍遥的女人 你也敢动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拜见建尊大人 拜见建尊大人 你没事了 没事 抓 继续抓 不得不说 你被这个女人退了婚 还给你罐药 还对她这么好 真是个情仲 顺便告诉你 你五年都没得到的女人 昨天晚上 在乎我闯上 你这废物 怎么能配上我家情儿 情儿只有跟了王少 才能够为罗刹王效力 都已经成了废人了 还在这里装模作样 我告诉你 青天过后 建尊之为废罗刹王大人莫属 建尊吃了化工伞 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 化工伞 乃天下奇毒 据说吃了之后 功力尽食 与废人无益 如果建尊大人 真的吃了化工伞 那恐怕 王雷此番 跟随罗刹王 身后势力也不容小觑 我看还是静观其变得好 沈家 五主念在当初的情分 一而再再而三的 给你们机会 那你们却不知 好歹家还用五主 简直该死 伤人追利 我也不意外 王少能带我沈家 成为光诚霸主 为什么能不能 李逍遥 我告诉你 无论是不是建尊 我从没看着 更何况 你现在只是个废人 说句话 我如此骑在你头上拉屎 可能 现在连提剑的力气都没有 我李逍遥不展无名之辈 你想死在我剑下 你也配 如建尊大人 找死 想杀他 就凭你也配 叫你让你出来 还是让你主人动手办 你们呢 还差点意思 李逍遥 你这些帮手好像不行了 连我的性命也取不了 还是你根本不敢出手 他暴露你不是建尊的事实 啊 建尊大人当初是何等威风 一言可令王室家族覆灭 封城诸多豪门献出一半材质 如果你不成了费人 怎么会这么快 这废物在我们沈家混吃混喝五年 我最清楚他的底细了 他不过就是独孤家和四大家族 推出去当枪使人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王家和沈家如此嚣张 如果真是坚困 怎么可以放得这么胡闹不古 难道 他真的值得 最后就四大师家断了和沈家的合作 转而与独孤家合作 难清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这种关联 独家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老夫这几年不完事事 还真以为独孤家没有人了是吗 独孤圣 我记得几年前 你不是亲口承认退出商界 哦 不对 你好像去过沈家 难道是这一切都是你安排 王家小子 你竟敢如此侮辱老妇 留不得你 哦 今天除了建尊大人 谁也别想动手 没错 我就是来寻死了 现在王家只剩我一人 求建尊大人 赐我一死 王雷 你大闹宴会 为嚣张跋扈 如此对建尊不敬 该当死罪 恳请建尊大人出手 将其灭杀 恳请建尊大人出手 以证建尊之名 洪家主 李家主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上次被他惩罚的时候 可是拿出了一半的家产 比如乌家 建尊大人乃人界至尊 我等冲撞大人 自然要受到惩罚 这次同样 恳请建尊大人出手 为封城除害 恳请建尊大人出手 为封城除害 好 既然你想死 那你就成去 王雷 过了名次 请建尊大人 刺死 堂堂建尊 建卿天下 这么高的高手 怎么连我皮甲刺不翻 你若不是个废人 还是光 这原本就是个骗局 李逍阳 没想到你真的是想 大家都看见了 这个废物 连王少的皮都碰不到 还敢自称是建尊 他就是个名副秦实的骗子 堂堂建尊 一见开山辟地 怎么可能连个普通的内将 都穿不破 他果然是假的 是孤独家和四大家族 一起推出来骗我们的 好你个李逍遥 你这都是骗局 这个心里的鬼话 还把家产分了出来 快还回来 对 还回来 你一个骗子 凭什么让我分出半分家产 独孤家 你们也太不要脸了 居然用这种龌龊的走断 之前你们削弱其他世界 感情是为了独霸风扯 李逍阳 不是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话 谁说我破不了你的内将 我 我说过 你不配死在我间障 到底做了什么 怎么会这样 他不是破不了内将 已经是个废人了吗 王少 你的消息到底准不准 刚才我已经替你出头了 他如果真是见尊 不过李家可怎么办 内进外放 好精妙的控制力 不过 气静虚浮 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不愧是中了画工散的杰作 李逍遥 我承认你很厉害 差点就差点 不过就差点 这么一点点 是不是觉得很可惜 还好你不是真的见尊 你又知道 我刚才的禁礼只是那一种 二宠内进需要踏入天道之境才能融会贯通 就连无主也未能堪破 就凭你这个猴都没长齐的小子 李逍遥 你还真能演 我告诉 我今天来这 一是为了让大家看清你的真面 第二 我就是要告知主委 今日我主将会要来到此处 主杀此贼 然后登陵 建尊之位 俗话说 家不可一日无主 我不可一日无君 我堂堂打下武道界王者之位 又岂能让这样一个骗子做呢 你给我滚下来 滚下来 滚下来 快快滚下来 武林至尊的名号向来都不是要出来的 而是打出来的 今天我就站在这 谁想要建尊的名号 自己过来取 想挑战建尊之位 先顾我这一关 老家伙 怕都这样了你还护着他 是不是叛逆独孤家的计划落空啊 无言可云 这里是独孤家的宴会 不是你王家 既然不分魂 那就别走了 伍布尔四大家族的人到了 你们都得死 四大家族 哈哈哈哈 做梦 四大家族已经被罗产王和云兰集团 联合狙击 他们自己都自身难保 今天不可能来了 四大家族都是一遇之处 他们的能量 无数你们能理解 罗产王 想挑战四大家族 也不怕崩了他 老家伙 你护着也没用 罗产王登林建尊之位 势在必行 凭你一个独孤家 也想阻拦 登林建尊 好大的口气 问过我了吗 我要登林建尊之位 还需你同意 简直笑话 拜见罗产王 罗产王 小叔宋佩 当我的一条狗 我可以免你的意思 罗产王 你终于出现了 哈哈哈哈 我来了又如何 你生中化工伞 早已成了一个废人 你以为就凭他们三个 能拦得住我 我劝你识相点 交出奉沛 我不想在登林建尊之位时 大开杀戒 听见没有 李小瑶 你现在是一个废人 赶紧滚过来 跪下 那是北海鱼家 和青州的牧家 这可都是一方大族呀 这些人和罗产王一起前来 那不是说明 四大家族没来 反正是罗产王先来了 四大家族 真的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了 罗产王的势力 真的是太恐怖了 我愿拥护罗产王 把这个假冒的废物赶下来 我也愿意 拥护罗产王大人 登林建尊之位 我都愿拥护罗产王大人 登林建尊之位 好好好 今日我登林建尊之位 儿等有兔庸之功 当上 等我攻下四大家族 财富 尽为儿等 多谢罗产王大人 怎么还叫罗产王大人 学着点 多谢建尊大人 对 王少提醒的对 多谢建尊大人 现在就改口 未免有些太早了吧 李逍遥 事到如今 你还在这装模作样 你看看封城这些豪门 斗井石石石屋地站在了建尊大人身后 废物就是废物 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还不赶紧跪下来 向建尊大人认错 还能饶你一条狗命 李逍遥 当初你冒充建尊 从我们手上夺走一半的财产 可想到有今天 还请建尊大人为我们做主 不要听饶了他 还请建尊大人为我们做主 人有头拽有主 他从你们身上夺取 将会加倍的护回来 李逍遥 刚才还有模有样 怎么突然间就变成过街老鼠 幸亏是武王 及时赶来戳穿你 要不然 还真给你装成功了 这叫什么来着 齐煞一招 满盘 皆输 李逍遥 你就不要再拨了 赶紧下跪吧 过来 向建尊大人磕头认错 杀了他 这个卑鄙的小人 很好 今天我算是看清楚了 这样也好 封城位于大厦交通的要地 这些年把你们喂的脑满肠肥 正好 封城也是时候该重新洗一下牌了 你说什么 重新洗牌 凭什么 就凭你这张破嘴 不 不对 他不是一重镜 这是二重镜 你已经踏出了天的 他自愿下去家人为伴 我正好送给他 果然 不识好歹 怎么可能 陈佐史是宗师级的高手 就算你踏入了通天之界 喝了话攻散 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想要凤沛 自己亲自来拿 没必要让这些炮灰来试探我 清卓 你去 让我来试试 你有几分本领 罗刘王 还有什么本事 都拿出来吧 罗刘王 你手下两名大将 都被建尊所败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左还身 主就圣洁 他不是建尊 难道这个世界 还有第二个人吗 难道 他真的踏入了巅峰之境 可我刚才在众人面前 羞辱了他 我该怎么办 建尊大人 我们是受了这个贼人的迷惑 建尊大人 大人有大量 不要与我们一般见识 是啊 我们也没有受伤害他们的 你要是真有本事 还需要搞在一个女娃身上 如所料不上 你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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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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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诚实 你 你根本没有吃化工伞 不跟你演演戏 你这个胆小如鼠的家伙 怎么能相信 该死 你们不是说他已经服下了化工伞了吗 怎么会没事 不 这不可能 我明明看他已经吃下去了 怎么会 无事献殷勤 我怎能不防一手 还记得我在餐桌上跟你说的话 从今往后 势敌非有 罗刹王 你以为你是在算计我主 却不知是我主故意演给女汉 要不然 在这深山险地 怎么才能找到你 不可能 龙佩通天 这句话已经在江湖上流传几十年了 那个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龙佩通天 奉明何想 指的不是龙佩 而是阴阳之道 是回归到根本 体验七情六欲 保持一颗平潮心 你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 是为了让你到底下 做个清醒 你少在这给我装 我活了几百年了 那么倒 还不如你这个毛都没长期的小子 你以为我 你守家的使命 早已被我贪尸殆尽了 现在 什么都不剩了 多长王 你这几百年活到狗肚子里去了 建尊早就知道你的部署 怎么可能没有毛贝 再见建尊大人 不可能 遭受我们云兰集团的狙击 怎么可能 云兰集团 看看 他是谁 你怎么在这 混蛋 你在干什么 你知道吗 死得快被你搞破禅了 知道吗 那你这什么办法 必须救了大人的原谅 走自我们就慢了 建尊大人 我不 我受那个老家伙短闭 你大人有他娘 给我一次机会 我再也不敢 穿入大厦一步 我早就跟你说过 大厦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我就能走的 既然你不同意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通知下去 今天过后 云兰集团 消失 是 我给过你们机会 你们自己放弃了 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 建尊大人 求您再原谅我们一次 我们再也不敢了 对对对 建尊大人 我们从此以后为您马首使征 绝无二心 我的眼里容不得沙子 你们这样的人 不配受到我的恩赠 而等家族 从今天起 大下之骨铭 姐 怎么办 罗茶王大人拜了 王少爷拜了 我们沈家没有依靠了 建尊大人对你或许还有感情 你去求求他吧 姐 对 晴儿 你去求求建尊吧 我们沈家不能玩了 没用了 在我给他下毒的那一刻 我们沈家已经了 建尊大人 都是这个混蛋 是这个混蛋 为敌我们沈家 我们本来和宁家 合作的好好的 但不想唱会这个事 一切 一切都是因为他 建尊大人 你赶紧杀了他 没错 建尊大人 都是因为他 要不是他要吃的 我爸来宽灭我们 我们沈家本凭好好的 和宁家做生意的 建尊大人 你和我们沈家 在一起争成五年 晴儿 那原本是你的未婚妻 又不是那个混蛋 你两个毒妇 我杀了你们 死也要让你们一起陪葬 小妹 还有你 李逍遥 你处置了所有人 唯独放人家 原来是为了你的老情人 你舍得看他死在你面前吗 你抓我没用的 我早就和他恩断一决 你闭嘴 等我走 我让他活着 你拿一个给我下毒之人的性命 来威胁我 你觉得我会在乎我 等等 让他走吧 为什么 你让我认信一次 我不想沈小姐有事 你走吧 把丰佩交出来 丰佩已经给你 放了沈小姐 丰逍遥 觉得我会信你的鬼话吗 丰佩 丰佩揭在我手 童帝之路唾手可得 哈哈哈哈 古川 属下在 罗超王已辅述 派遣人马进入十万荡山 清除余孽 此等毒物 为祸人间 一个不能留下 得令 今日之事已了 所有回趟山门 祭拜恩师 这段姻缘 是他老人家训向的 这是逍遥 为你父亲炼制的解毒单 吃了它 身上的毒就会紧 你为什么要帮我 别误会 我不是要救你 以你沈家现在的近况 死 对于你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你都想要做了这么多恶事 我不允许你就这么去死 我要让你活着 看着他幸福 快乐 登临至尊 这才是对你真正的惩罚 哈哈哈哈哈 公众兼季 公众兼季 哦 哦 感谢观看